嗨 我是圓圓 歡迎大家收看圓圓開小物 今天想看圓圓開什麼謝謝小物呢 影片開始之前歡迎大家訂閱按讚開小鈴鐺喔 大家或許在家也會發現說 哇 好多發票喔 都好難整理喔 那我該怎麼辦呢 這時候圓圓就有一個謝謝寶寶囉 這個寶寶就是 登登 我們就來開箱吧 那箱本體就是這個啦 登登 然後他有幫我們就是 做拆封 就是做 嗯 他有幫我們去做這個 包裝的部分 我們直接開啟它吧 登登 這個是我們收納箱的本體啊 那它其實有分正面跟背面 那為什麼要分兩個部分呢 主要是因為 因為我們發到有9月跟10月 然後11月對發票 然後11、12月 然後11月對發票 那它其實就是說 我們可以分說 9月、10月在正面這邊 然後11、12月在背面這邊 然後最後發票的話 我們大概就可以去做 堆調或回收部分 那我們直接開啟來使 來使 做使用它吧 那首先我們其實就是要分類啦 我們先把 9月、10月的分到一類 因為我有把 9月、10月跟11、12月的 放在這邊了 那我們就分9月、10月一個地方 11、12月一個地方 好那我來做分類喔 9月跟10月 然後它有長發票的部分 然後它有長發票的部分 9月、10月 然後 這個是11、12月 這個是11、12月的部分 11、12月 好 好 好 那我分類好了 這個是9月、10月的部分 那我們就來開始 做收納吧 我們就先來放 9月、10月的部分 9月、10月的部分 我們就可以直接放在 它這邊其實就是 這一個是讓你放八票用的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個是有洞的 一圈圈圈的 這讓你拿八票用的 那這個像 沒有圓圈圈這個部分 就讓你放八票使用 那我們就直接把 9月、10月放上去吧 那我覺得發票其實可以就是 你會把9月、10月的部分 直接直接放上去 這樣就是很方便 就是你到時候 打開它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 是9月、10月的發票 那我們直接放上去吧 9月、10月的部分 好 接下來是 9月、10月的 長八票 長八票的話 它的做法是 可以放在上面的部分 直接這樣子放上去喔 那它一樣就是 有做一個就是 可以打開它 讓你能夠就是 拿花票的部分 好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放過來 背面 我們就放11、12月的部分 那這個是11、12月電子發票啦 我們就直接放進去 後面這個部分 那一樣我會覺得是 可以把 11、12月的部分 整個 整個 頭 直接往裡面放 這樣方便 大家可以就是 到時候 我們拿取發票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說 欸這是11、12月的發票 好 我們直接放進去 那長發票的部分 我們就直接 直接放上來 好 那這就是所謂的 長發票 跟它的 電子發票的功用啊 那大家可以發現說 欸 它怎麼旁邊還有做一個 這一個 還有 以及 這個部分 它其實有個功用喔 這個比較 長一點的部分上 你放一種 比較大型的發票 例如像 這一種 你就可以把它放進去裡面 那 看到這樣子 這樣就方便我們可以做 方便我們可以做 方便我們可以做 手拿的部分 那 短的這個部分啊 其實就是做 幫你放那個 明片的部分 那我這裡剛好有個明片 可以使用 它其實是 它是橫著放的喔 就是 就類似像這樣 給它正方便做 使用 那這個就是所謂 使用效能的功能啊 它就是可以做一些功能 方便就是 長發票 短發票 比較大型的發票 以及 明片夾的部分 那它其實都有在 我們的 說明書都會做 說明的部分 好啦 這就是今天的發票 商量箱的部分喔 是不是很方便啊 其實發票 其實 有時候 太多 就很需要去一些 做一些收納使用 其實主要是 我們發票太多了 有時候很難去做收納 剛好想到這個法寶 其實是 別人在網路上去做搜尋的 那其實也不是工商買 就是剛好就是想說 搜尋一個 收納法寶 然後寄給大家 那喜歡我頻道的話 歡迎大家按讚訂閱 開啟鈴鐺喔 那記得follow我們最新消息